這輛紅牌重機過了路口 騎士龍頭一拉 開始耍特技 跳狗人狂飆 危險囂張行為 引來路人的注目 這是在高雄市 不愛一路上主要幹道 重機騎士跳狗人 速度比四輪的還快 無視別人的安危 撬車頭 機車呈現45度 行駛大概一兩百公尺遠 光看就讓人捏把冷汗 難道都不怕波及別人嗎 不適當 造成交通的混亂 然後會有人 如果看到會害怕 就會發生一些意外 危險 非常危險 不太危險了 去參加比賽車 去參加比賽車就比較適合 危險跳狗人 違反倒交條例 最高可罰兩萬四千元 調扣牌照六個月 若危險駕駛 導致人受傷 最重可處五年徒刑 調扣車輛牌照六個月 第五項規定 驅上道案講習及 計點處分 警方將循線通知 歧視道案說明 並開單告發 耍特技的騎士 疑似是一間 重機工作室的成員 在車水馬龍的鬧區街道 跳狗人標速 把馬路當成賽道 有夠囂張的 TVBS新聞趙莉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